早年,哥嫂给我爸妈买了一只小狗,据说有吉娃娃的血统,小狗的名字叫喜西,被我爸妈,尤其是我爸,宠上了天。 它是一只白多黑少的短毛狗,长得有一点像小鹿,有一些神经质,害羞,挑食,还能看家。 这只小狗被捧在手心里养着,吃饭时,我爸抱着它坐在小凳上,咬一大勺饼干糊糊,乐呵呵地对我说,你看着,它吃饭那个镜头好玩得很。 狗子享受得巴哒巴哒的嘴,再咕咚一声咽下去,接连着开始吃下一口。 我每次放假回家,最开心的一件事,就是带着喜西玩。 夏天,我和妈妈带着她到外面玩耍,玩好了,带她到门前的小盒里洗干净爪子,我妈一手拎着她后脖子,把她滴溜到家里。 冬天,我爸妈在屋里看电视,她俩的腿上盖着毛毯,狗狗藏在毛毯里睡觉。 有时,她俩不知是谁,放了个臭屁,就见小狗慌乱地从毯子里钻出来,一脸的不快,看着笑叉气了的主人们。 冬天的清晨,我带着她到后山脚下溜达。 走在湿冷的雪地上,我身后的小狗欢快地在雪地里跑跳,踩在雪地上发出轻轻的哒哒哒的声音。 她享受地探着鼻子,在四周嗅着冷空气,我能听见她轻微的鼻息声。 这时候,人们都猫在家里,宁静的户外,我享受着这份天、地、人和狗的时空。 现如今,喜喜早就去了汪兴,可她留给我很多温暖的回忆。 那时候,我放假回到家里,内心里特别满足,我家里也有狗了呀。 现在,我的家里那么多的狗,小体型的狗也许就大阿拉斯加的一条狗腿子那么大。 在这个错终复杂的狗社会里,小狗们不太往主人的跟前凑, 他们生活在自己的社交圈里。 想想我爸妈跟前的喜喜,以及每一只被精心照顾的小狗。 有一点像小王子里那株骄傲、可爱的玫瑰花。 纵使其他星球上有千万朵玫瑰, 可是在这个星球上,我就是你唯一的玫瑰花呀。 我是你的最爱,你也是我的唯一。